這台要介紹的是一台 算是10瓦機的10組 10瓦機的10組 AT5800 那它的盒裝其實是已經有改變過了 那沒關係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一樣是標準的盒子介紹 10瓦大功率的話我們都是鏽在上面 它最大的特點 那它本身也是有防水保護功能 那其他的盒裝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無線電神煙字號 104年104年就出來了 所以我說它是業餘10瓦無線電的始祖 應該不為過啦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這是有一本彩色封面的說明書 然後標準的配件 那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有個負面書 主機電池做沖組跟天線的部分 那做沖組也是一樣齁 大家都現在都是中規中矩的齁 就是一樣是可以 一樣要接變壓器 然後電池是可以單獨充的設計 那一樣建議再次建議一下客人齁 我們手扒機在充電的時候呢 建議就是單獨充 那我們來看電池好了 電池的部分它是 2200毫安培的 那它這台機器比較大 它電池比較貴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電池的外圈 有一圈防水的橡膠 有沒有看到 那所以它的防水性能上呢 比其他的機器優異一點點 那你要說非常好嗎 當然有難度 因為它主要不是非常標榜防水功能的 只是說它有這些 加強它的機密性 那仔細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一樣可以看到 審驗標籤跟審驗字號都是正確的 記住買機器要看一下這兩個 並免買到 違法的機器 那電池的組裝呢 就像這 上去 這個就卡上去 看到機器 10瓦機基本上的尺寸就會比較大一些 這是因為本身 機器的設計 跟電池的容量的關係 它電池容量要大一點 所以才能撐住說 10瓦發射時的耗電量 那 那坊間號稱18瓦 20瓦的 你可以想一下 要它的兩倍大 兩倍大 起碼也要這麼大隻啊 你要拿嗎 如果沒有 它怎麼敢說它18瓦 那不就是用一個小時就沒電 好 那算了 不重要 那牽線頭的話呢 是這種型的牽線頭 看一下 好 機器的 大小 也算是比較大型的機器 沒有那麼的小巧 那本身設計是比較方正的 我本身方正一點的設計 好 那充電時 一樣是可以調台機器下去充的 這都是標準的基本功能 那它是中文字幕的 那它是單旋鈕的設計 那 調整頻道的話 主要是靠這兩顆再調整 好 那 可以看到說 它本身的設計師說 它本身沒有做 好像 本身沒有做 日期 時間 好 可是這個不能用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你電池拔掉 大概幾秒鐘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歸零了 所以 參考用 參考用 好 然後機器本身發射的話 手感上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而且它燈光的辨識度 一樣維持一貫 比較多元的 讓你可以比較快速的分辨 好 那上方有一個手電筒 好 手電筒的開關就是 這個 好 手電筒的亮度 我覺得是 一樣都是堪用而已 沒有說很強 好 可是它是比較多段的顯示 長亮 慢閃 快閃 很比 有時候如果去 騎車出去啊 然後在路邊 如果想要看風景 那機車放旁邊 其實有點危險 可以讓它閃一下 好 其實也還不錯 好 那本身耳機 耳機頭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K頭的耳機 好 那一樣說一下 廠商可以用金屬的 金屬的真的比較耐用一些些 好 那 把電池的話呢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這個 扣子 好 它這個 因為它有膠條 所以它非常的近 拉開 這樣就可以拔掉了 好 所以它本身的防水器密性上呢 是還不錯的 好 不能說很好 可是是真的還不錯 好 那待會兒我們來幫大家做一些 基本的超速介紹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但是大家等一下 往下 喘 那 再